感受一下之类的留言器 大家好,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 今天是12月24号,是平安夜 我们今天就准备带大家来看一下江汉路步行街 一个真实的情况和现状 江汉路的正节 大家可以看到 面前的人还是不少的 人头窜动 这还没有到高峰期节目降临的时候呢 这边还迎面过来这个小老外 大家听佳哥的声音有变化没啊 我感觉没什么变化 虽然我现在嗓子还有点炎症啊 应该嗓子比较发炎着了吧 因为我前几天我也中标了吧 我好多天都没出来了 结果中标了 但是呢我自己养了三千就好了 还是蛮溜的 咱们之前在网上 包括前些天的时候 十几号的时候就听到很多人说 今年的平安夜圣诞节 包括元旦吧 这几个重大的节日 应该不会像往年那么热闹非凡 然后人山人海了 应该非常冷清 但是看咱们目前所带的江汉路不平均 还完全没有到达晚高峰 都已经这么多人了啊 也是热闹十足 烟火气十足呀 我估计这会啪啪打很多人的脸呀 真的是啊 我们可能会看到 现在整个网上某些1450的舆论 还有什么的舆论 真的是网上你看到的 这一番景象 但是你要实际生活中来走一下 你会发现又是另外一个景象 完全不一样啊 这边商家们组织的大妈摇摇旗都搞起来了呀 宣传活动做起来 分围搞足了 这是准备捞一票赚大钱了 因为马上各个的实体各个的商家都要恢复了嘛 在整个的江汉路不平均每次拍啊 总是各种呢 包括私人机的电动车 要么就是送外卖的电动车 又来一辆 在这里面啊 这么多人群中就穿来穿去 他们也不嫌危险 这个必须要管理一下啊 现在这种人流量很容易碰到人的 原来来的时候满多商家门都是闭着 即使开门 好多商家也没有营业员 就一两个营业员 你看现在拿着大的展板 或者是拿着大的巴掌在那拍 在那吆喝 在那招揽生意 这好热闹好热闹 看那里面想黄金的多少 这消费地马上就回来了吧 现在应该整个武汉目前的情况就是 第一批杨过已经养康了 第二批杨过应该也已经养康了 所以说这两位人全部应该都是该怎么撒花 怎么撒花 该怎么出来玩 怎么出来玩 然后圣诞也刚好是年轻人的一个狂欢日 现在真的是很热闹 这完全就恢复到原来2019年之前的一个情形 这不是正是很多人这三年最期盼的一个状况 但是大家在江山路这边走 一定像那种老嫂子了 什么大叔了 给你发什么卡片了 千万不要急 这边就有很多 这个路口有很多 咱们过来那个路口也有很多 什么免费联布清洁了 给你去豆了 还有什么送你小礼品的 特别是对于外地人不要接这种东西 反正你要愿意接也没办法 坑一回你就明白了 今天应该是所有的商家一个狂欢日 然后也是一个生意日 看一下耐克 耐克里面的人也不少 都是来选购的 趁着圣诞这个节日 给自己买的衣服买的鞋 好好的去一去雾霾 现在不仅是整个社会要面临一个浴火重生 人也要焕发一个新气象 但往前面走都是靠加坛那边了 跨年也是江湾那边最正闹的 江安馆那边每年都在那边跨年 我估计新年的跨年应该不会输往年 迎接新的一年 2023年买衣送衣 已经放卖 要得赶紧把冬季的出传给清出去 马上这个冬季就要过去了 99 39 堂堆排起来 现在想买个牛肉饼 要等个几十分钟 早在十几天前还是不敢想的一种情景 现在你看没啥不可能 家家户户排长队 这都是买啥好吃的呀 这是买鱿鱿的嘛 买个鱿鱿排这么长队 这真的是家家户户排长队 没了现在都说随他 这是武汉小吃第一些嘛 完完全全把雾鱿鱿给碾压了 这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随他的老板们拨一拨这 这边起码还能拨一辆小吊车呀 然后过年的压水钱 红包全部都有了 好冷面的 这全部这些这边倒都堵了 大家如果去开车干什么 不要从这儿过了 太难过去了 每家每户排长队 过个电动车都费劲 这不都是吗 站在马路边就可以大快躲移了 蹲着吃坐着吃站着吃走着吃 没有武汉人民做不到的 大家看还有源源不断的人群往这边涌 到晚上我回去根本走不动到 这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排队王 前段时间是金利门 你看这队都排拐弯了 卖个烤吃也这么排队 这要排多久 这里面也都是 吃个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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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猪 吃个烤吃 吃什么 吃什么 吃 吃就い 吃 吃 谢谢大家